我想在Java裡面這個應該非常常見 但參數不只一個 而且哪一種資料類型 我想你這邊也要很清楚 比如說我實際上跑一個Sample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這邊會跳出來 攝氏幾度 比如說攝氏 最近好像有一個話題 好像有一個人他的什麼 他的體內溫度是高達40度 那最後現在這事情還延續很久 好像已經延續了二十幾天了 而且其實他發生這個事情 跟我還有點關係 因為我那時候當兵的時候 我是那個御官排長 然後那時候下部隊之後就在269 然後那時候當的是進碧市市長 好險那時候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不然我可能沒辦法待在這裡 可是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的感覺 這個其中一定是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說真的 裡面本來應該只有一個 一個那個叫什麼 一個 OK OK 好 就是說 如果我要輸入就按確定 它會傳送 所以 也就是我先接收到一個值 這個值會先放在變數裡面 那這個變數的話呢 在傳送給方權的時候變成參數 那利用參數呢 我可以做計算 把最後的計算結果怎麼樣 再秀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 流程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呢 首先 我們可以在這邊 一樣建立一個這個 function 那這個 function的名稱的話呢 叫convert to f 那也就是說 這個上面的部分呢 是一個函數 那我實際上 用它的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呢 我prong了一個 就是說 輸入一個 溫度 那各位可以發現 這後面其實 我可以比如說 預設值給它 30 這個後面這個值 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 default值 預設值 然後呢 比如說給它 預設值37度 接下來的話呢 輸入一個值 丟給前面這個變數儲存 然後呢 底下再執行 這個 function 並且傳遞一個什麼 一個 傳遞過來這個地方 是一個變數 那傳過來之後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參數 所以下面是一個變數 上面傳遞過來 就是一個參數 那參數之後的話 利用這個參數怎麼樣呢 再到裡面 傳遞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計算 那計算完畢之後呢 再把它用一個align 把它輸出去 大概基本流程是這樣子 那我想各位試試看 透過這個sample 稍微了解一下 可以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